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 金宇正十一號指控南韓派遣無人機 飛到北韓的首都平壤散布文宣 北韓官媒十三號報導 金宇正再次發出警告 稱如果無人機再飛到平壤 首爾將面臨可怕的災難 北韓官媒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 金宇正指控南韓以無人機 在平壤上空散布煽動性的謠言 認為這是違反國際法 跟嚴重的軍事攻擊 警告 如果再發現南韓無人機 北韓會強硬報復 不過南韓國防部表示 過去北韓已經十多次侵犯南韓的領空 要求北韓應該先停止投放垃圾氣球